第一个就是它给我们一个背景 我看一下这个背景 那这个是完成的 各位可以发现它的最大不一样就是说 它原来是一个平面 就是一个等于没有旋转的效果 原来这样 那它希望把它做成像这个地方 就是说把原来这样的一个水平 变成一个旋转 而且这个旋转必须要是什么 顺时针方向 这第一个它要怎么样做旋转 那这个效果呢 题目有提到就是说 你可以从哪个地方可以找到功能 其实它这边有稍微提示 在那个滤镜里面 其实在滤镜里面 有一个叫扭转的滤镜 扭转 那扭转至于扭转多少 那这个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在滤镜里面找一下 基本上它应该也不难找 你可以在那个滤镜 在上面有个滤镜嘛 滤镜里面的话 你可以在扭曲里面 就应该会有个扭转效果吧 如果说本来它的效果是长得像这样 对不对 你就用滤镜里面的扭转 那我是建议啦 以后如果你要把Photoshop学好 其实就是把这些功能 把它就是每一个每一个try一下 比如说扭转 OK那扭转可以什么效果呢 你会发现呢 它本来是一个水平 OK那你如果增加角度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它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 希望把它转成像这样的效果的话 各位有没有发现 诶 有没有 转出来就会有这个类似的效果出现了 诶 有没有 那也就是说 不过这边注意哦 你在转的方向 记得就是在这边 那个滤镜里面的扭曲 里面的扭转效果 那它这边有一个正的角度跟负的角度 你千万注意一下 不要负的角度 因为负的角度变成这样子 OK不过这个感觉有点吹眉的效果 因为你一直看一直看 会感觉好像 诶 这个这个 一直转一直转 OK好 所以第一个的话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旋转的效果做出来 那做出来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就要做什么 风动 那这个风动 在题目里面也有提到 就是说 这边有个所谓的风动效果 那有点类似什么 就是好像风 这个吹过来的这个感觉 而且这边的话呢 有提到就是要 两次 套用两次 风动的效果滤镜 那结果的效果呢 就有点像那个结果的 这个这个结果档 你可以看到 那这个风吹过 第一个你要知道说 风是从哪个方向吹过来的呢 应该这样看起来 应该看得出来吧 应该是从左边吧 左边吹过来 再来的话呢 吹的那个力道 这边可以调整 所以你第一题的话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先用滤镜里面的扭转 把它改成角度是999 正的99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风要吹过来 比如说你今天 假如说你 比如说在风 虽然没有风了 你要做出那个风吹过来的感觉的话 题目里面也有 跟我们提示 你可以从哪个地方呢 去找到那个 就是那个风吹过的 这个效果 那你可以从这里面去找找看 里面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风吹过来的 这个效果 它里面的提示就是 它有一个风动的滤镜 所以你找一下 里面有风动的滤镜 那记得就是说呢 要从左边吹过来 从左边吹过来 那再来的话 其他还有什么 比较特殊的 其他还有像这个 背后的部分 背后的部分的话呢 在那个 这个档案里面 这个是背景 不过背景的部分 你会发现 奇怪背景怎么 好像一直转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 它本来的背景长这样子 它希望你把这个背景 做出一个效果 这个效果的话 叫做放射状模糊 那我们前面 我印象中好像有做过那个 106嘛 那个水管那一体 它有一个是把背景变模糊 那背景怎么变模糊 前面有用过那个叫 所谓的高湿模糊 所以你可以用那个 在滤镜里面呢 假如说你今天希望 让背景变模糊的话 前面有一个叫高湿模糊的 不过这一题 它是希望 你把它做成 放射状模糊 那这个放射状模糊 到底要多少 才算 OK 那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里面的话 还有模糊的方式 有回转 也有缩放 那两个结果会不一样 那你可以试试看到底哪一个 才是最 才是正确的 看起来 应该猜也猜得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 先试试看 最后的话呢 要把那个 高度设为560 锚点设在 板面的正下方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原来这一张图 原来的这一张图 你会发现 它的高度跟完成这个的高度 有些许的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呢 就是在 这个上方 这一块 它多了 也就是它希望你把这一块给裁掉 那你要怎么知道说 这一块到底要裁多少 它里面当然有一个 好像题目有跟我们讲说 要把它改成560个像素 那我怎么知道说 这一张图原来是多大 其实我前面讲过 在编辑里面呢 你可以从偏好设定 里面它有一个叫做单位的 单位和指标这边 那你可以把这个单位级指标 把它改成像素 特别之于 我前面特别强调 一般我们在沟通 那个比如说一个图档多大 绝对不会用公分 一般都是用像素 所以请你把这个地方改成像素 按确定 偏好设定里面改一下 那在下方这边有个箭头 显示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请你改成叫做文件的尺寸 那你会发现这张图 从底下可以看到 它的尺寸就是640 对不对 乘640 那它希望怎么样 你把这一个高度呢 把它切掉一部分 变成560 也就是说呢 上面要帮我切掉80个像素 那你要怎么切掉 刚好80个像素 当然方法很多啦 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用什么 其实 剪裁工具可不可以 其实可以啦 那选举工具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 另外还有像 在那个什么影像里面呢 也有个叫做什么 板面 这边板面 这边有没有修改板面的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个调整 调整里面 你可以找找看 有没有办法调整 你的那个尺寸的功能 其实这里面当然有啦 比如说像 影像尺寸 板面尺寸 有没有办法变更 其实可以 有没有 它是640x640 可不可以变小 当然可以 啊毛点设在哪里 你可以变更一下 它这边有毛点嘛 OK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最后再把那个 就是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 这个英文字 你会发现呢 它跟完成档 最大不一样在哪里 其实就是这个外框 有没有发现 它的描边 你怎么样在原来的字上面 外面描一个白色的框框给它 这个地方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等一下我们按部就班 把这一题完成 大概会有这些 可能需要做出来的效果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题目里面 第一个要我们做的 就是一个 就是旋转 这个我想旋转 这个 这个效果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请各位自己 再把它加上去 它是要扭转 一个叫扭曲里面扭转 然后把它变成999 最大的 不是负的 第二个的话 做一个什么 风动效果的滤镜 风动也就是说 让那个 有点像风吹过的这个效果 而且它做两次 也就是说呢 而且它从左边 那个功能在哪里 其实找得到就做得出来 在哪 那个 扭曲的下方 有个风格化 风格化这边 也叫风动效果 风动效果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主要调整就是说 你的风是轻的 还是强烈的 还是摇晃的 摇晃的 这可能是龙卷风了 OK 那所以 这一题应该是 先让它强烈的 那从哪个方向呢 你会发现 从右边吹过来 好像不太对 应该从左边 有没有 它因为 最后结果档 是从这个方向吹 然后我们按确定 你会发现 就有那个风吹的效果了 那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 也可以把它放 就是如果说 你要制造那种 有风吹动的效果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那它要两次 所以特别注意 记得就是说 风动效果 这边的话呢 就是你先风格化 然后呢 风动效果一次 一次是强烈的 一次是轻微的 你不要两次都强烈 因为两次都强烈 看起来好像太强 太过了 所以用一次强烈的 一次轻微的 OK按确定 好那这样子看起来 应该就蛮接近的 OK这样有一个效果 尽量接近就可以了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做完这个部分之后的话 那题目还要求 我们做哪些呢 接下来的话 放射状模糊 也就是说呢 我们背景部分 之前是用高丝模糊 可是这一题是要我们做什么 在滤镜里面 会有一个那个叫做模糊 模糊里面的话 不是高丝模糊 是放射状模糊 那至于模糊是哪一种模糊 看起来应该是旋转 因为刚刚有转圈圈 OK 然后呢 总量是多少 我大概试一下 你们自己大概也可以试一下 大概试一下 大概45是差不多一个 一个量 所以这个数字 你可以自己针对完成档 自己下去踹一下 我觉得应该按确定之后的话 应该就已经很接近了 大概类似像这样 你可以切过来看一下 不一样 好像已经差不多了 如果不够的话 你再增加 但是要把这一张图怎么样 放到我们的背景的后面 所以你可以怎么做呢 要不你就是用这个地方 选择什么面板 切到面板这边 按右键 你可以复制图层 到哪里呢 到这一个 PSD02这边 所以你把底下的文件 切到PSD02.PSD 然后它背景按确定之后 这个时候它会帮你扣过去 不过呢 扣过去的话呢 它会放在最上层 所以怎么办 你可以把它往下拉 拉到下面来 OK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在后面了 不过 感觉好像还是有点不足 什么地方不足呢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它风动的地方 后面好像有点阴影 黑黑的对不对 所以这里的话呢 题目有没有叫我们要做阴影 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叫阴影的效果 它好像只有叫我们做风洞 可是底下有 这边也叫阴影 所以刚刚漏掉了 阴影 对不对 那阴影的部分的话 实际上 做出来就有点像 后面有点 好像有个影子的样子 黑色的影子 那这个效果怎么做 我们好像前面有讲过 点击这边 再点击什么 这个图层 图层1 特别注意哦 那你要怎么样把阴影的效果叫出来哦 前面好像有讲过了 我刚考试的时候 你就是记得 反正你纯熟之后的话 应该很快 直接点击这个小图式的位置 记得这个图层的这个图式哦 记得怎么样 把它点两下 有没有 它就跳出什么 图层样式了 机关藏在这里 特别之间 反正这个东西哦 你做熟了 应该就很快就可以做完 阴影的部分把它打勾 然后游标停在阴影上面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哦 它就会跳到阴影的这个设定的 呃 视窗里面 然后呢 里面大概调一下 阴影我看 间距我是没调 啊色彩一定是黑色 你不要调别的颜色哦 然后展开展开多少 你可以发现 有没有发现 这个尺寸呢 如果越 展开越多哦 它会有个预览的效果 有没有发现 后面的那个 最大是这样啦 不过应该没那么大 我大概调过哦 差不多20左右 再来尺寸多大 你可以往外面来 没有发现 诶 后面是不是阴影 对不对 你大概把这个阴影调整 大概差不多 15左右啦 所以大概是 展开20 然后尺寸的话呢 是大概15左右 那另外哦 还有就是不透明度 你可以再去调整一下 所谓不透明度就是后面感觉有点像不透明的感觉 如果说你要完全 这个很黑的 那就是把它调整到100% 那大概试一下啦 这个预设是75% 你大概调整90%吧 然后按个确定 那这个效果就调出来了 你就再切过来看一下 感觉好像差不多 而且反而好像它后面更黑 所以你那个不透明度可能大概100左右啦 就是100% 会是更接近的 所以这边的话不透明度 你可以把它点两下 再点击阴影 它本来90嘛 你把它改成100 按确定 也就完全黑了 OK 这样的话呢这个阴影的效果就做出来 应该可以知道这个效果吧 点两下 其实还蛮好早的 所以以后呢 你只要有个图层 你这个图层小 这个前面的小图式 你要做阴影 其实都非常简单 OK 好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123 这个部分的话 就做到这里 OK 底下还有两个部分 等下再来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前面123部分 还有4 放射状模糊 可以先试试看